音樂 各位小汽車觀點的觀眾大家好 我是小七 今天為大家試駕的車是Audi A4 Avant 說到A4引進台灣的源頭 可以追溯到1995年前任的總代理永業的時候 導入了第一代的A4車型 那A4的車型的前身其實就是Audi 80 在1970年代就已經誕生了 那隨著1995、1996年第一代A4導入台灣市場之後 其實它也是相當受到市場上的歡迎的 那一路到現在已經演進到B9第9代的A4 那這一次小改款變動的幅度算是相當的大 而同時這也是Audi的台灣分公司 更換了新的經營團隊之後 引進的幾款新車型之一 那這一次A4的車型導入的一樣有 Sedan四門的房車以及五門的Avant 那這一次我們是先試駕它的銷售主力 A4 Avant 車型的編程方面A4 Avant這一次提供四個車型 兩種動力以及兩種驅動方式 那其中45TFSI的車型呢 它標配了Quattro四輪傳動系統 那其他40的車型呢 它是採用前輪驅動的設定 那我們這一次試駕的車型呢 是40TFSI S-Line 這一次雖然定義是小改款 但是其實它的改款幅度非常大 那新在哪裡 首先在外觀上面 雖然風格和以往非常的像 但是呢我們根據原廠資料來看 還有目視直接觀察 車身幾乎沒有一塊板件是一樣的 以往側面的腰線是用貫穿式的腰線 從頭到尾 那現在呢變成了前後兩個不銜接的腰線 同時有做了一點小小的報規 那這是外型的方面 那另外就是動力的方面 這一次採用的全部都是 搭載12V輕油電的 2.0升的TFSI引擎 那當然是40和45 提供不同的動力輸出 那在內裝上面當然 也有一些更新的地方 那最明顯的地方呢 就是車載系統 以往Audi的MMI系統 是透過機械式的來做控制 那現在呢它改成直覺的是螢幕控制的 那當然內部還有很多 細節上面不一樣的地方 等一下我們看內裝的時候 再來為各位報告囉 因為這一次我們試駕車型 是搭載S-Line的外觀套件 所以在外觀上看起來是比較運動感的 那同時因為它定位是豪華品牌 所以在外觀的細部裝飾上呢 當然也會呈現它這個品牌 該有的一些價值 那首先我們來看車頭的設計 車頭的設計呢 雖然喔 和原本小改款前非常的像 但是你仔細看 每一個地方都不太一樣喔 水箱護罩呢 它的中間採用的是 風格狀的一個塑料的處理 外框的話一樣是 六角形的外框喔 搭配鍍鉻的一個窗式 這一次水箱護罩上方喔 變成了它一個家族化的風格 就上面細細長長的一條 那其實這個靈感是來自於喔 奧迪Quattro 在以往賽事上面 非常戰功標柄的 他們的精神象徵 從那個元素 再導入到新的車型 變成家族的一個設計元素 空力套件部分呢 它在左右兩側 用了一個霧面鍍鉻的處理 同時在這個鍍鉻框式裡頭 有一個非常像霧燈的東西 在兩側 那其實它不是霧燈喔 它是我們雷達的探頭 頭燈的部分 標配的都是LED的頭燈 那大家常說 奧迪是被耽誤的一家燈具廠 真的沒有錯喔 就是它的頭燈都設計的 特別的漂亮 那我們可以看到 它的板件的造型 是完全不一樣的 以往的A4 它的特性線是從前葉子板 一路貫穿前後門到後葉子板 但是這一次呢 改成了前面前葉子板 延伸到前門就收起來了 那後面也是喔 後面從後門 一路拉到後葉子板 然後再跟尾燈 做一個造型的聯繫 所以我們看到正側面 是有非常大的改變的 如果我們站在正側面看 它也會呈現一點小小的爆龜 它搭載的是 雙色切削的18吋的鋁圈 那它的尺寸是24540R18的尺寸 那同時在前葉子板上面 有S-Line的一個標誌喔 那S-Line的車型呢 它採用的是鍍鉻的窗框喔 它是環框式的 那同時搭配車頂 真的金屬行李架 那質感非常的好喔 那S-Line的側裙呢 它是比較做比較立體 外張式的造型 這種低柱也是 奧迪的AVANT車系呢 長久以來的家族風格 看起來有一點傾斜 又不失旅行車的大空間喔 好我們現在看到小開款 AVANT的車尾喔 那我想整個造型的設計 沒有太大的改變 但實際上呢 有一些板件的弧度喔 和保感都是不太一樣的 車尾的造型呢 我認為它的鍍鉻式條 跟尾燈所要連貫之後 讓車寬看起來稍微寬一點喔 同時它的尾燈 也和頭燈互相呼應喔 那當然這個車會有電動尾門啦 而且是體感的尾門 非常好的一個地方 就是它的後杖板 其實它會自動升起來 那升起來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行李箱 相當的平整 當然沒有像A6這麼大喔 但是以同級車 大家大小是在伯仲之間的喔 424的導放方式 那同時在左右兩側呢 都有快速鍵可以做導放 左右兩側喔 都有LED的照明燈 那在行李箱置物網的話 它是標配喔 可以勾在行李箱的勾槽 底板打開沒有備胎喔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下方有一個鋰電池 那這鋰電池比較不是那麼大喔 那為什麼有這個鋰電池呢 因為現在喔 新一代的小改款的A4呢 搭載的是12V的輕油電 當然啦喔 這個鋰電池放在這裡呢 大家一定會 關心它的售後的價格 但是根據我實際上的了解喔 A4現在目前的這個鋰電 約莫大概是10萬塊左右啦喔 那當然這也不是那麼常壞喔 所以如果對照它兩三百萬的車價來看的話 這應該算是一個還蠻負擔不會太重的一個零件喔 好我們現在來看到A4R放的內裝喔 那坦白講這一次內裝的改變呢 不像外觀來的那麼顯著 但是有幾個顯而易見的改變喔 首先是MMI的系統 以往在這裡喔 有一個操控的裝置喔 但是現在呢 因為它改成了大螢幕的直覺的觸控式 這裡的操控介面就取消掉了 那同時剛剛有提到車載系統的整個螢幕也變大了 從這一代的新車開始喔 他們就已經捨棄了以往自動收折的螢幕了 那其實我認為豪華車喔 有一些機關雖然會有壞的機率 但是總比固定式的來的好看喔 不過現在今天對手也都是這樣子的處理啦 這或許是一個趨勢 Audi的車我認為它的質感在同價位 以德系的豪華品牌來看的話呢 是呈現的是不錯的 以這台車來說的話 包含金屬 包含塑料 皮革的採用 以這樣價位來看 這樣內裝質感我認為是還不錯的 操作介面部分當然都很輕鬆很就熟 那同時呢它也有一點點微向駕駛人 那另外當然這台車有一點必須要跟各位報告 就是這台車是法規認證車 你如果是市售車的話 你要選S-Line 當然它有標配外觀 但是內裝S-Line的套件就是變成是選配套件了 那現在Audi其實和BMW或者是賓士都一樣 其實它可以根據車主個人的需要來做選配客製化 像今天試駕這台車它的飾板部分 多了一萬多塊選了這個原木的飾板 全虛擬的座倉就是數位儀表了 可以顯示的東西非常的多 那它介面當然也是做得相當的漂亮的 那方向盤的話呢是三幅式的方向盤 氣囊非常的小 這看起來有一點像以前的改裝方向盤 我認為跑格是算相當強烈的 那同時後面也有換檔撥片 那比較特殊的是它的定速和ACC的控制鈕 其實是在另外有一個獨立的撥桿 不像一般車是做按鍵式的 那另外在座椅的部分它採用的也是真皮的材質 駕駛座的話有兩組的記憶 全電動的駕駛座 那副駕駛座的話沒有記憶功能 但是也是電動的 好 現在我們來看它的後座 其實這個德國豪華品牌的三個同行經驗對手 軸距當然各有長短 但是實際上都差不多 它後座的提供的空間 我認為也都在伯仲之間 那西部空間其實有一定程度的距離 那頭部空間呢 因為這台車沒天窗 所以表現其實也還不錯 坐在左右兩側我認為算是舒適的 而且後座的包覆性 尤其側向的包覆性其實是夠的 那A4的話呢 它的椅背 我們可以參考副表 它是94度 我認為還蠻直蠻挺的 好不好坐呢 但沒有角度比較躺那麼好坐 但是如果你很習慣的是正常的坐姿這樣坐的話 其實坐起來還算蠻舒適的 而且長途乘坐應該也不太會累 座椅單有架高 但架高的程度其實不是那麼樣的大 所以腳部的空間往前伸展是有限的 不過還好它的腿部支撐是還不錯的 特別是這個地方它稍微向上 凸起來一塊 坐墊長度算是夠的 所以整個後座支撐性我覺得還不錯 有幾個配置我也認為是不錯的 包含它有第三區的橫溫 就是後座的橫溫空調 而且下方還有一個12V的充電電源 中央扶手的部分呢 這設計我覺得相當精巧 它兩個杯架不是做開放式的 是隱藏式的杯架 你要用的時候必須打開 那收起來的話其實相當精巧相當漂亮 那打開來的時候 中間有一個淺淺的置物槽 中間的部分 它是可以獨立再放下來的 可以放一些長型的物品 那在後座後方 它一樣有標配一樣東西 我覺得非常好的 就是我們俗稱的狗網 它可以勾在天花板上面 這個設計我覺得相當不錯 而且掛起來的時候 我覺得如果你的格子 貼比較淺的話 是滿有一個風格的味道的 好 我們現在開小改款的F-Avang上路 這個車型40 TFSI的話 它搭載的是2.0升的 四缸渦輪增壓的汽油引擎 那最大馬力190p 那最大的扭力呢 是320牛頓 這樣的動力數字 如果對比上競爭對手 BMW 320i 我想應該是在伯仲之間 但是在數值上 稍微會勝出 320i的Turing一些些 那如果和價位比較接近的 C180SK的來比的話 當然動力數值會比它大 非常的多 這應該等級上是不一樣的 它190p的動力當然看起來 不算特別的大 但實際上你如果日常使用的話 我認為是算夠了 還算快 0到100也是有7.5秒 而且你可以很清楚的感覺到 底盤行路性是很清脆 清快的 我想這和它鋁合金的材料用非常多 可能有一些直接的關係 所以這底盤基本上是很沉穩 這一具底盤算是前後的真正的多連感 它的幾何控制相當的精準 而且懸吊整個運作的行程 是相當輕快的 不僅貼力性很好 平衡性很好 同時當然它的懸吊 跟日系車比是比較硬 但是你不會感覺到不舒服 那當然跟C-Class相比的話 我認為它的路感會清晰一些 清晰一些不是說不舒服 是它真的路感不會像C-Class 來得這麼樣的模糊 所以操控性方面的話 如果這三台車來排序 我的排序會是三系列 A4和C-Class VNW的話它的轉向 跟它後驅的那種感覺 其實相當明顯的 但是A4的話它做起來比較平衡一點 即便這台不是誇錯 即便是前驅的 它的轉向和它的整個操控特性 也會比較中性 這個車子對外界的隔音 我覺得相當不錯 當然其他三個對手也都一樣 配備方面呢 在小改款之後 我認為是還不錯 還算齊全 甚至現在它全套的A4都上來了 但今天對手也都一樣 所以我認為這也沒有什麼特別好提的 但是沒有360度環境 我覺得這不太對 這個應該要把它加上去 這一顆新的引擎 我認為有必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與其說它新的引擎 它其實應該算VAG的一代名機 EA888其實最早 大家最熟悉的應該是五代Golf GTI 上市的時候 這顆2.0升熱波能增加引擎 200匹馬力 那時候算非常大 後續在經過這麼多年的調校之後 它演變出很多的版本 那這次小改款A440 TFS來搭載的 一樣是這顆引擎的本體 但是它有經過了很多的改良跟進化 值得一提的就是它有12V的輕油電系統 一方面達成引擎比 比較輕負載的目的 另外一方面 因為現在歐洲車幾乎都有 怠速自動熄火系統 它可以在你怠速熄火再啟動的時候 那個震動的不適感 可以讓你明顯減少很多 這套系統我覺得它是在細微裡面做改變 讓你的舒適感提升 然後能源效益也提升 而且我要特別再強調一點 就是它的7速的自手排變速箱 以往我們對這個變速箱的印象 就是低速的時候會抖 但現在接合我覺得很柔順 換檔也很柔順 但是換檔的反應 一樣維持了原來自手排快速跟直接的風格 但是它的舒適性提高了非常多 這一點是我認為它很有感的一個進步 我認為三個主要競爭對手 到底應該沒哪一個 你如果去試試看 找適合你的車子 像我個人的話 我會比較喜歡奧迪的這種風格 開起來比較中性 而且我認為開起來不是那麼樣的張揚 而且平常開的時候還蠻輕鬆的 那你真的要快一點的時候 它的無論操控跟性能 都有一定的水準 但旅行車長久以來我非常喜歡 為什麼 因為它開起來跟房車很像 操控性跟穩定性都很好 而且開起來好開 你喜歡旅行車的話 這個都可以考慮 但是A4 Avant和320 Touring這一台車 目前價位上差不多 而且B&W它的最近做的 無論是內裝質感 或者是配備 價格 我覺得也都還蠻超值的 所以以往我們可能會覺得說 奧迪可能比較超值 但其實這兩台車比較起來 我覺得這樣的感覺不會很明顯 反而你應該回歸到的是 你究竟喜歡哪一台的風格 哪一台開起來更適合你 那當然各位一定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沒有講C180 S-Tape 一方面價格有一個斷差 就是差個大概二三十萬 那另外一方面 C180和40 TFSI也不同等級 性能上差異非常大 配備上面其實也是 還有內裝的質感 所以喜歡賓士的 那你就買賓士 那當然你就付出的CP值 可能沒有像B&W的320和A4 這個AVANT來得這麼高 但是它是賓士嘛 你喜歡就是最適合你的 那如果說你想要CP值好一點的話 那我會建議320i Turing 還有A4的AVANT 40 TFSI S-Line的 你去比較一下 選一台你喜歡的 今天這就是我們的試駕 提供給各位參考 那你對這台車有任何的看法 或者是320i旅行車 和A4的AVANT 你想選哪一台 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我是小七 不要忘了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我們的新聞頻道 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小七 跟大家說一個好消息 就是我們7card的 電子商務全新的平台 7card SHOP 已經正式上線囉 如果你也想買我 親自嚴選 或者是我親自研發的 汽車精品 歡迎到我們以下的網址 shop.7card.tw 來參觀選購喔 B&W 賓士 還有奧迪 這三個呢 我個人的排序 會這樣排 我會奧迪 賓士 B&W 各位可以發現 我很少買B&W的車 特別是我的代步車 我代步車大部分都是奧迪 不是我覺得B&W不好 是我覺得B&W的調性 比較不是我喜歡的 我喜歡奧迪這種 溫溫的 開起來靈巧 這每個人看法一定都不一樣 B&W的話 有人就很喜歡 像老爹 他就是奧迪的死中派 真的喔 如果你三個評分你都開過 你就會發現很明顯的不同 但是當然 這三個現在也越來越接近 比如說 B&W越來越舒適 賓士也越來越注重操控性 但我覺得 奧迪就是一直在他的線上 他就是維持著 非常中性的路線 有多久 你還是會在那裡 我可以看到他 有多久 看到你 有多久 你還可以看到他